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王小彤的视频 这个布林肯又去找内塔尼亚胡谈了 就说你趁着把信丸给打死了 把珍珠岛的头也都给消灭了 这个机会你赶紧还是就停战吧 而且也要求他扩大运进加沙地带的救援物资的通道 就多用一些救援物资进加沙地带 布林肯来劝他 不知道内塔尼亚胡自己能怎么判断 但是我觉得布林肯这个劝的还是对的 咱们就从认知作战的角度出发 如果就是你以色列人能让加沙居民感到 这个辛瓦尔死了之后 他们的生活普遍的比辛瓦尔活着的时候强 这个效果可是大不一样 对哈马斯的这个支持啊 至少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啊 恐怕会大幅的下降 被迫的那个那就不好说 这个东西的话 就看以色列怎么判断了 内塔尼亚胡怎么判断了 当然内塔尼亚胡可能知道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东西 甚至美国都不知道的东西 他觉得怎么作战就达到一种什么程度 收收比较好 但反正我认为布林肯说的是对的 见好就收别那个逼得太过分 逼得太过分 过头了 这好就变成不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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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